有位同学的要求是说想做一个瞬移门 一个穿越门 在这个Learning Kit Assets Architecture 然后Gate里面有一些门 看一下我们怎么要做的瞬移门 实际上是瞬移门的方式和掉落深渊返回原地的 Return Z的难图实际上是一样的 好 但是我们还是演示一下如何来 同样的方式 好 我们先确定我们要用这个门好了 这个门 好 然后呢 跑到Blueprint里面 找新建一个南图Actor BP 然后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呢 叫做这个叫做穿越门Tranes Gate 啊 穿越门 好 进去 选中 找到我们刚刚啊 Ctrl在空格可以掉出这一个 然后找到我们刚刚要用的那个门 把门丢进来 但是呢 不需要这么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门稍微缩小一点啊 稍微缩小一点 大概这么大 另外还需要给它加一个什么 在门的后面加一个 这个叫做 Box Clashing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门的后面 另外我们还可以加一样东西 就告知自己啊 告诉开发人员 这个门的前方在哪个地方 前方是哪一个 后面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叫做 箭头 箭头组件 箭头组件 箭头组件的作用呢 就是告诉你只是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门 把这个箭头啊 把这个箭头稍微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表示这个是前方 好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一个 触发的盒子放在这个门的后面 对不对 放在门的后面 把它给拉口 我们从从这样子拉 这样子拉 拉宽一点 这个不能太高 然后高度 这个高度也差不多了 不一定要很满 往上推一点 多出来了一点点 好 当你穿越这一个门的时候呢 走进去啊 我们会稍微还往后面一点 就是走进去多一点 你才会穿越 好 另外同样的方式 我们需要给它 添加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做Target Point Target Point 这个门是穿越到哪个地方去的 对吧 换成后面的变量的类型 换成这个Target Point 目标点 另外把这一个眼睛给打开 这样子就可以顺移到各个 各个点 好 完成这一个部分的蓝图 点右键 添加事件 on component begin overlap 或者是往下面走 这个开始 重叠时 让这一个 触发 我们不光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光自己的主角可以穿越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穿越 所以呢 我们就只要像这个东西 set location 设置actor的位置 到哪里呢 到这个point 它的 位置 它的位置 对吧 设置actor location 获取actor的位置 然后传给它 好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将这个门呢 我们找到我们蓝图 新创建的这张门 好 放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很明显它的箭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箭头稍微提高一点 要不然这识别不出来 我们把这个箭头组件 稍微提高一点 表示这个是前方 好 可以看到 这个是前方 所以呢 我们把门这样子转一下 就很容易识别 好 你还需要一个target point 对不对 target point 假设这张门是穿越到这个岛的 穿越到这个岛的 所以呢 你需要在 这个岛上来创建一个 这个目标点 我们把这个目标点拖出来 然后呢 注意啊 因为目标点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你需要将这个目标点的名字 换一下 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目标点 换成名字 换成这个叫做island 我们的第一个岛呢 叫做A岛 好了 这个岛叫B岛 A岛 同样的 你也需要这里来一张门 这样 这张 这一个呢 这张门 可以穿到 island A 好 可能穿到任何一个地方啊 我们做一个岛的迷宫也行 我们这个地方要再设一个这个Target Point 目标点 它呢叫做Island A Island A 好 于是乎 我们就可以来各种 各种了啊 比如这张门 是穿越到Island B的 然后刚刚这一张 刚刚这一张门呢 是用来穿越到Island A的 好 我们点运行 这样门可以穿越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又可以穿越到 我们的Island A 好 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穿越的 那个瞬间啊 我们加一些声音 好 我们可以找到人的这一个 这个门的这一个难图 我们在前面加一个生肖 对吧 Song Play Place on 那我这里找了一个这个Q Q 这有声音呢 关于声音的一些制作 你可以听我另外一个课程的声音设计 声音设计的课程 好 点编译保存 我们再来试一下 每一次穿越 虽然我们 蓝图的好处就是 我们这里用了多张门 但是呢 我只需要加一次写一次代码 好 穿过来 穿过去 好 这个是关于穿越门的 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这一个 例子特效啊 好 方法呢 就和我们之前 添加例子特效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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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